大家好,我是Berry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本故事說 叫做惡如阿姨 那我們現在開始了 惡如阿姨 我們現在的心情夠糟了 因為爸爸媽媽要出去做事 所以就請了惡如阿姨來照顧我們 我們根本就不認識惡如阿姨 而且我們才不需要大人照顧 但是爸爸就跟我們說 我們更需要找個保母 媽媽就叫我們要乖乖聽話 惡如阿姨來多了 爸爸媽媽在臨走之前寫了一張注意清單 然後惡如阿姨就跟他們說 多謝,我相信應該會很有用的 爸爸媽媽走了之後 然後我們馬上按照清單上面的事 開始做了 上面寫著 如果你們去到公園玩的時候 已經提醒 那群小孩要注意安全 可惜 可惜 鱷魚阿姨她自己都沒有注意安全 還叫那群小孩一起爬樹 爬到很高很高 又寫著 不可以讓他們靠近池塘 我認識他們 我認識他們 他們不單止靠近池塘 他們還又買到池塘 又說不可以弄得很髒 但是被他們發現了一頓泥 他們還馬上打泥醬 小孩可以吃雪糕 但是每人只能吃一球 可惜 鱷魚阿姨就不管多少球 他們想吃多少球 就多少球 完全不限制他們 家裡已經太多玩具了 不可以買了 可惜他們又去了玩具店 買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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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玩具 數都數不準 而且經過了糖果店 都不能讓他們吵著買糖果 但是他們經過糖果店 就馬上衝進去 買了很多糖果 然後還馬上吃了 小朋友 是需要一些安靜的時刻 不可以讓他們玩到瘋了 不過 鱷魚阿姨 又帶了他們去主題遊樂園玩 令到小孩開心得不得了 如果我在家裡的話 又要讓他們 幫忙維持 家裡的乾淨 頂齊 一層不厭 但是他們呢 畫畫的時候 那些顏料 都放在地上 然後畫的時候 那些顏料 要是倒閉了 要是畫出界都不來 而頂齊呢 自己把顏色 畫在臉上 弄得自己 像個花臉貓一樣 一層不厭 不可能做到 他們在角樓裡 找了一件 很舊很舊很舊的衣服 然後呢 再把衣服拿進客廳 不僅如此 還在裡面 找衣服出來玩 還有雞蛋和雞蛋 晚餐可以讓小孩 挑選自己喜歡的晚餐 但是 一定要是適合的 不過 他們選擇的東西 真的是自己選擇的 可惜 就不是適合的食物 他們是選披薩 烤雞 烤雞 雪糕 椰 等等 睡覺之前 可以聽一個床邊故事 不過 就絕對不可以看電視 也不可以太晚睡 但是 他們睡覺之前 聽很多本故事 也都看了很久 電視 更何況 不太晚睡 他們差不多十二點才睡覺 到第二天睡醒了 爸爸媽媽就要回來了 我們就把家裡清理 都很好地迎接他們 我們把昨天用顏色 顏料倒進地 都抹回了 也把那些藥衣 放進籃子 放上樓 昨晚聽的故事 都放上樓架了 爸爸媽媽終於回來了 媽媽就問了 那些弟弟乖不乖啊 我魚阿姨說 乖得不得了啊 爸爸又問了 那那張清單 我沒有用啊 我魚阿姨又說了 好好用 我魚阿姨走了 爸爸媽媽問 我們以後還想不想 我魚阿姨來照顧我們啊 我同妹妹就說了 好啊 沒問題 或者你們可以再寫到一張清單的 原來我魚阿姨 這張清單上面寫著的東西 不可以變成可以 令那些小朋友 開心得不得了 所以是這樣 他們就想爸爸媽媽 再寫那張 不可以做的清單 因為上面 不可以做的東西 鱷魚阿姨 全部都會化成可以的 那今天這本故事就說完了 你們喜歡聽可以like的 記得按這個按鈕 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啦 拜拜